《公主》 许可乐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靠我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气 年身外景有无际 日久它乡进故乡 鸟子你可记得徒弟的方向 妈妈你可知道 而你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气 一朵雨一生气 深秋十月 海拔四千二百米的苍山 向了白边 山脚下的气温还保持在十五摄氏度左右 苍山和尔海之间的狭长地带 在温润的季风吹拂下 四季如春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大理白族 并未辜负大自然的美意 历学育人的传统 让他们在云贵高原上 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但很少有人知道 大理的文脉 却要从一个名叫喜洲的村落讲起 喜洲村 距离大理古城十八公里 公元七百九十七年 南兆王在唐朝军队的帮助下 统一了尔海地区 在喜洲设立行都 称大理城 从七百九十七年开始的五十年间 每年都有八百百祖子弟 从这里启程 带着南兆王的期盼 翻越崇山峻岭 前往四川成都 学习儒家文化 据《自治通鉴》记载 夜城则去 赋予他弟子济之 学于成都者代以千数 这可能是喜洲学子 外出求学的最早记录 四方街是喜洲村的中心 街中的十方 是明朝正德年间 为村中靠去的近世而修建 此后 凡在科举中取得功名的人 都能将名字刻在十方之上 因此称之为提名方 过去靠学生靠死之前 有些在这里埋芸 希望自己的致力 能够在靠死当中高中 就把埋芸的啰啰 往这个牌方上摔过去 又还把这个鱼也摔过去 象征着什么呢 利于条龙们 都希望自己自身靠死高中 更希望能够在这个提名方上 有他们自己自身的名字 明清两代 喜洲村中 已有了一门三进士 同科四举人的家伙 也有二甲进士八十个 举人共生数不清的说法 相传在明朝洪志二年 喜洲学子杨世云和杨松瑶 在村口的一座石桥上相遇 他们都要去参加乡里的考试 两人对自己的学识都很有信心 但是他们都清楚 同一次考试第一名只能有一个 后来杨世云就跟他的师兄说 师兄你力气比我大一点 你切这一棵你切上去考 我下一棵再去考 两个人在这地方互相切让 留下了这一段没看 就是让这个血液 两人后来都高中见识 喜洲人把这座石桥 命名为让戒桥 在村民的心中 提名方和让戒桥是其毒力学的标志 他们的存在对于起敌后学 有着潜移文化的影响 麦面和肉馅两面昏制的酥饼 焦香扑鼻 它的味道是喜洲几代人的乡愁 杨顺保驾的摊位就在提名方边 夫妻俩每天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生活简单而平静 女儿杨福燕 从小就在提名房下玩耍长大 如今正在读大学 每次她放假回家 总是一家人最为愉快的时光 她是我放学的时候的必经之路 然后每天放学呢 然后我爷爷就会在这里等我 他们经常会跟我说一些 就是什么提名房呀 让戒桥这些故事嘛 然后我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激励 十几年前 杨顺保曾与妻子到丽江做生物 尽管是在这样艰辛的打拼中 夫妻二人也从未疏忽 对子女的责任 而坚持把当时 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接到身边 那时呢 爷爷奶奶呢 就好像说是孩子小 不要叫她离家那么远 那我就跟父母说 小孩呢 家在父母身边比较好一点 在你们身边吧 你们就好像就会挂死他 所以就 还是坚持把他带到你家里去了 我们虽然就是说是苦一点累一点 也无所谓这样的 到了女儿高中的阶段 杨顺保夫妻 离开了生活七年的丽江 回到了喜州 因为他们更相信 家乡学校的教育质量 能够帮女儿 考取新意的大学 此时的四方街上 破缩店铺已经不止一家 竞争激烈 在丽江设计挺好 但是刚回来以后 就是不太景气 然后但是我爸妈就 为了我的学习 还继续坚持着 我爸就经常跟我说 学习的事就是 是最重要的 让我不要担心 家庭的经济情况 什么的 让我好好地学习 他们在这边很辛苦 但是也是很努力地跟我学习 这样子 高考的时候也就是如我们所愿 他要给我们 这个就是对父母的最大的回报吧 就高考就是 还是考上了云南师发大学 如今 杨浦彦已经是云南师发大学大二的学生 父母本想让他选择英语方向 但他却坚持选择了幼儿教育专业 一个原因是我很喜欢小孩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从小我的成长氛围就给我的这样一个理念 就是说教育要从小孩子抓起 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去贡献给社会 人生百年 利于幼学 杨顺宝一家的选择在喜州村很普遍 外出打工的夫妇都把子女带在身边 村中几乎没有留守儿童 对于基础教育的广泛重视 提升了村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据统计 喜州村籍的副教授以上知识分子 达四百多人 重视教育的世代延续 逐渐让喜州成为当地令人向往的附属之地 喜州人世代传承的祖先 对于人格品性的修养与追求 这种影响在喜州的街头巷尾仍有即可循 在这块一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至今还保存着 临亲以来的古建筑 古院落一百多座 在这些古民居的外墙或罩壁上 四字的题词随处可见 如阳姓的清白传家 张姓的白忍家风 赵姓的秦赫家生等等 不同姓氏的家族 都有传承已久的驾规俗训 时刻提醒着居住在这里的后世子孙 谨守祖先的教诲 你看这个是不透实实 还有不透的巨发 这里洗了清白传家 我们本地人就知道这些家人形样 他们就把它作为家风 写在这个枣壁上 起地何人 教育何人 在喜洲村中的众多古宅中 大介巷的这间院子并不起眼 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七尺书楼 这里正是让介桥上的学子 杨世云的故居 杨世云考中戒园后 郑德年间载重见识 入汉林院 可身居高官的他 却从未在喜洲 扩建过自家的债院 一般人看来就说 他入了汉林院 走到高官了 应该是把这个家庭 做得很大很大的做 但是他们的养家夹许 叫清白创家 就是说要清清白白做事 干干净净做任 所以他虽然走到高官 他仍然保持了他们养家 那个家风 就没有扩解这个感动的节奏 杨世云围官不久 父亲去世 他回到喜洲料理后世 却选择守孝不归 在家校养母亲 人们劝他回去做官 杨世云却说 太如在堂何人离去 他一边释放母亲 一边研究学问 母亲离世后 杨世云回到北京 但见官场腐败 他再次一定请归 终日坐卧小楼 悉心读书 当时很多官员前来拜访 希望他复出 杨世云却坚决拒绝 潜心学问 直至去世 这种淡泊明媚的品格 正是杨家清白传嫁的家风 最好的注解 千年以来的力学育人之风 让喜洲产生出一种文人情怀 无论是贤达隐士 还是普通百姓 都在追求在家可做锦绣文章 出示可谓国家立业的生活境界 这份追求将让喜洲人紧跟着时代发展的脚步 请中期以后 茶马古道的兴盛 让喜洲商邦的名号传播久远 当时的商号有四大家 八中家 十二小家之多 但商业的蓬勃发展 并未改变力学育人的传统 商人们走南闯北 甚至远渡重阳的经历 反而使他们对教育和学习的内容 有了更开放的眼界 四方街上的颜家大院 位于喜洲的中心区域 这里曾是喜洲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 颜子珍的府邸 这座武进院的大宅 纠建于1921年 曾是喜洲最华丽的宅院之一 如今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修得真不错 真不错啊 保持和恢复了原状 杨灵康 杨华康兄弟 是颜子珍的嫡孙 颜子珍本姓杨 幼年时母亲改嫁进入颜家 按照当地的习俗 他的后代要归宗阳姓 哥哥杨灵康 曾担任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弟弟杨华康 曾任教育云南大学 他们曾在四五岁时回到过这间祖宅 还能回想起对爷爷颜子珍的印象 我们每天早晚都要请安的 就是他好像对于过去这种儒家的这种从养 比较 所以这些习惯他都要传染下来的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把书读好 颜子珍生于1870年 他的商号永昌祥 以驼茶起家 经营生丝 布匹 药材 山货 开办了七十多家分号 丁盛时期 员工超过三千人 资产达两千万银元 这样一代巨商 仍然把教育和人才 视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中 他常说 资金为办事之母 人才为办事之父 地方发达与否 关系人才的有无 人才的有无 又为教育之兴衰逝逝 比如要开辟缅甸这方面的生意 你就得懂英语 他就出钱派人 你得学英语 商号里的人得懂英语 是从这个角度讲 在做生意上头也离不开 这个人的教育 喜舟经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有钱人的家庭 孩子学做生意不能在自家上号 而是要放到别家去锻炼 为的是培养吃苦耐劳的品格 商人对子女的要求往往非常严格 颜子珍则根据几个孩子的特点 因才失教 长子颜邪成接管父亲的生意 二子颜金成则向政界发展 杨连康的父亲颜宝成是颜子珍的第三子 自幼聪颖好学被寄予厚望 颜子珍希望他担起读书的重任 十几岁就把他送到南京 当时我父亲还不是很愿意去的 觉得远离家乡 但是我爷爷得很严格 就一定要他去 这样就是我们的视野要开阔 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 燕鲍成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 成为了云南第一位工山冠理学人才 燕鲍成后来归宗阳性 同样也把读书作为教育子女的第一要务 就跟我爷爷要求我父亲一样 但是我父亲不太愿意出去 一定要他去南京 我当时一定让我到 我妈妈后来我妈妈也是 那么小的孩子不要让他去 我父亲也让一定到 所以我就到北京 到北京我没赶上北京的高考 就在北大和清华的中间一个小村 叫做城府 在那房子住下来 自己读 读完以后第二年再考 就考下来 杨林康最终考入清华大学 他的几个兄弟都走上了文教之路 尽管一生中经历了很多社会动荡 但立学和育人始终是他们自自不倦的追求 我父亲这一只 我们是八个兄弟 连妻子爱人 丈夫在内 十五个了 十五个里头我们是 九个是做教育工作的 这九个里头七个是大学教师 立学育人理念 与商业思想的结合 让喜洲人更为重视 对现代科学教育和人才的培养 在当地掀起薪资助学之风 民国初期 喜洲的社会贤大和工商巨子 创办了大理地区最早的小学 随后又创立私立舞台中学 书川女子小学 喜洲师范学校 甚至还兴建了喜洲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苍毅图书馆 富者有书而不能读 评者余读而不能得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 我们要搞什么呢 以太西而言 太西就是当时讲欧洲 就称之太西 最大的图书馆是巴黎图书馆 然后伦敦图书馆 圣彼得图书馆 柏林图书馆 所以我要办呢 希望办成这样的图书馆 位于喜洲村口的苍毅图书馆 轻松脆白 飞檐吊脚尖 似乎仍然散发着浓郁的书卷之香 当年 这里不仅为喜洲学子提供了阅读方便 以首推公共平等之概念 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随意阅读 颜子珍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据说第一批卷子就是二十万银元 那么其中 广上本书 上本书是指古代印字的那种 是一万零六百一十三册 立身以立学为先 立学以读书为本 2006年 苍毅图书馆再次开放 闲暇时来这里读书借阅 仍是很多喜洲居民的选择 勤读之风一直延续至今 1938年春季 已经67岁的颜子珍前往昆明 与一位叫做韦卓明的学者会面 韦卓明是武汉华中大学的校长 实质抗战之际 很多内地大学西迁到云南 他带领华中大学师生辗转来到昆明 正愁无处落脚 严子珍听说后 决定将华中大学请到喜洲 正所谓 教子功夫一在齐家 二在择师 华中大学集中了 当时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批人才 他们正是喜洲人为自己后代选择的良师 在喜洲期间 华中大学师生利用活力发电 行办西市医院 勘探河流 筹建水电站 让喜洲的面貌和社会风气为之以心 在喜洲办学的八年时间里 华中大学 共招收云南籍学生三百多人 并为喜洲私立舞台中学提供了大量的师资 喜洲私立舞台中学 如今已更名为大理二中 仅从校园的环境 就能感觉到当年筹建者的良苦用心 这座苍山脚下的美丽校园 让千百年来喜洲人秉承的 力学育人之风 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 可以世代相传的教育资源 抗战胜利后 华中大学迁回武汉 在1956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但它与喜洲的关联从未见断 如今的大理二中 已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 近代喜洲商人的眼界和远见 为后代学子架设了通往外界的桥梁 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更大的舞台 然后华师恰好就是那个更大的舞台 我从小就想 一直就想要走出去 用自己的脚步走出去 然后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然后去闯一下这样的 张元是大理二中的一名高三学生 再有几个月 他将离开这座生活了三年的校园 而他收获的不仅仅是课堂所学到的知识 就正如我们校训说的那样 自强不息敦品力学 你不要说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但你要做个好人 他能真正的有很好的人品 然后再认真的学习 从求取功名到重视文化 再到启迪思想 不同时代的喜洲人 力学育人的目标也有所不同 但在这些目标的背后 始终如一的是对品行的要求 对人品的熏陶 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进行着 利用周末的下午 张元要和母亲学习制作大理白祖的三道茶 这是白祖传统的代课仪式 也是每个白祖女孩成年之后的必备技能 寓教于行是白祖家庭最传统的教育方式 三道茶有一苦二甜三回味的说法 第一道是烤茶 茶叶经烘烤后用沸水冲泡而成 焦香扑鼻 但滋味苦涩成为清苦之茶 寓意要立业先吃苦 在烤茶的基础上加入红糖 桂皮 乳扇 便成为了第二道甜茶 茶汤甜而不腻 苦尽甘来 象征着对人们付出辛苦的回报 有甜有香热 看着真好吃 有好吃 第三道茶称为回味茶 烤茶中加入蜂蜜 核桃和花椒 晃洞茶中趁热饮下 酸甜苦辣回味无穷 像我们大人都是 我的这一生回味一下 我所走过的路 经历 那人生也是如茶一样 必须要先苦 不论是你学习也好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 也是这样的 三道茶的用料讲究 工序复杂 张元学得很认真 稍加十日 他就可以给长辈冲泡出 地道的三道茶 而茶中蕴含的人生道理 虽然简单 却要他用一生来体会 离开了祖宅 杨林康兄弟登上苍山 拜祭仙人的坟种 2007年他和家人曾上山重修祖坟 八年过去了 山路显得更加逗峭 人以能自立为贵 能独立生活 必须养成自立能力 向外发展 他很强调向外发展 以利己利人 这不仅是对严家子弟的教会 更是整个喜洲近代教育的一个缩影 这些观念让很多杰出人才走出喜洲 但远行千里终要落叶归根 虽然并未生长在喜洲 但杨林康仍希望能在百年之后 回到家乡陪伴自己的母亲 我跟我的爱人都相当好 过去以后 我们也准备把骨灰到这边来陪他 禁教劝学 建国之大本 新贤欲才 唯正之先物 几百年来 喜洲村力学育人的传统 似乎并未过多的诉诸与自立罕见 却在群体的社会氛围 个体的身体力行之间潜移默化 在喜洲 香愁不只是祠堂与祖训更是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既能给予人们走出家门的知识与勇气 也能让人们怀着回归故土的温暖和眷恋 这种力量既能给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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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力量既能带 Hadi喝